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什么是社交词令呢? 最常见的是日本人常常会见面的时候说 嗨 什么时候一起去喝酒吧 嗨 什么时候一起出去玩吧 嗨 什么时候一起去你来我家吧 这样的话大多数都是社交词令 它只是保持人与人的一种沟通的确认 一种友好关系的维持的一种社交词令 那您说要维持友好关系呀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说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我们总是要希望跟谁关系好 在关键的时候别人可以帮自己呀 或者有什么好处呀 和日本人打交道呀 我告诉您呀 千万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 在日本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最大的原则就是 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那么那你说 哎 那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那为什么要给他说那些什么 没有意义的社交词令呢? 日本人呀 生活在这个社会里 最害怕的是发生纠纷 发生麻烦 所以呢 日本社会的很多很多的社交词令 他就是为了一种双方的一种 互相的一种 保持一种交流的状态 就是彼此确认啦 安心啦 就不会有那种冲突呀 减少冲突呀 减少矛队呀 爆发事 突发事件呀 这样的 比如说 我说如果您搬家的时候 给邻居打招呼 给他们送一条毛巾呀 或者送 或者我们中国人 有很多朋友喜欢 那个做中华料理 给邻居送嘛 这个也是 其实是挺好的 按我们中国人想的话 我们中国人 我们会做嘛 那个日本人不会做嘛 你们喜欢中华料理吗 我做中华料理送给你 这是 我日本人不是喜欢那个 手工制作的东西吗 那应该是非常珍贵的 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你给日本邻居送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呢 他有时候说心里话 很多人啊 我说了 您可千万不要气馁 就是一般的人 他是不愿意要的 为什么呢 一般的人 他接受了你的东西以后 他会觉得 是一种负担 他要想办法还给你 因为他说日本社会的这个 最大的那个 人与人交往的原则 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 也是不欠别人的 所以呢 就是说一般他不轻易给你东西 所以呢 如果你给了他东西的话 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时候 就是很 很受打击 就是说你送给他一个东西 他马上就给你送个什么东西回来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 哎 我刚给他送了一个 我今天早上给他送一个 他晚上就给我送个 什么点心啊 什么毛巾就回来了 好像我们觉得 哎 他就是拒绝和我们交往 其实也不完全是拒绝交往 就是说 他觉得就是好像说 哎 我没有给你做什么 我没有资格收你这种东西 收了的话呢 我就好像有一种欠着你的 所以他就马上要还一个 他心里才踏实一样 这一点和我们中国人不厌 我们中国人好像就说 我给你送一个东西 你呢 下回给我想还的时候 也要有别的借口 就是哎 我刚好去哪里了 刚好买什么了 有一个借口 也不能马上还 对不对 在日本社会呢 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呢 如果您和日本人之间打交道 如果他说那种社交辞令的话 你千万不要信 尤其是比如说 哎 有空来我家玩吧 你当真了 真去他家呀 你真按了他家门铃 他说不定真的在家 但是呢 他就不出来 他就装作 他没在家 为什么呢 他就觉得 哎呦 这一个读不懂空气的人 所以就说 他说让你去他家玩 你真去了 他就觉得你是读不懂空气的人 那就是一种 人与人保持友好关系的一种 我就觉得那两个字 就是挨尽了以后 扎一下对方 就是确认我们彼此的一种 就给点个头一样的 差不多 所以在日本的那个 很多话就是点个头 打个招呼 一种友好的 就包括我说 你去给人家拜访 搬了家去给打个招呼 就彼此啊 你邻居就是你 我看见你了 我放心了 那么彼此啊 我也知道这个家住的是什么人 他就确诊一下 就放心了 这个日本社会呢 最大最大的一个关心的事 就是说 日本人需要放心 有时候他们特别担心 这个外国人有奇怪的事情 让他们 因为他们是要保持那个 明那一小的小 大家都一样 所以就是一定要随大流 一定要和大家保持一样 不要是像我们那个 引人注目呀 或者我要显示我多么 厉害呀 多么独特呀 这在日本社会呢 是有点 就是他们觉得 有威和感 威和感 所以在日本社会 人与人打交道 人与人互相的交流 的人际关系 最大的 首先的 在你不熟悉的时候 生人 互相 见面 打招呼 等等 目的 不是为了利用别人 而是希望 彼此之间 不要发生 纠纷 误会 产生什么 大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 红叶说日本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祝福您 在日本的生活 如意 那么快乐相伴 一起成长 下次见 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